大家看,这不是这个机油脚乱 现在它已经开化了 关键是这个温度 你要温度实际了,它就一年自己开化 如果这个夏天不大开化 你要温度实际了,它就能开化化 这个夏天成了冠军 夏天以后,它怕阳光暴晒 将这阳光暴晒的话 它这个叶子都出现这个边干的情况下 你看这叶子厚,叶子厚不行 它摔了以后,它都干净了 这是这个温度,因为夏天 夏天的时候,这个温度了 它就出现这个模拟 有过这个温度的现象 这个飘香腾吧,它又叫绑锡坑 它养植起来吧 是非常简单 它是一个疼美之物 但是养植起来,必须得给它做这个画家 飘香腾这个画 它是比较西洋光的 因为它一样飘厚 但是,你也算是这个夏天吧 你算是百负西洋光 但是你要爆赛 对它的生伤也不算有点 它的开花期比较长 一般这个要关乎好了吧 永远飞起来,基本都可以开花 它戴上这个画家 它透气性比较好 因为它是吸这个所动的头状 它不需要那个黑白的那种粗 对它,要是用那个斑粗 它带上它肯定都不去黄 也不会也不会脏 这个飘香腾养活起来吧 它有时上这个葱海 这个鸭葱 可以到这个月间里 你可以买点这个 买点月,大的它就行 今天这个 就是飘香腾养制方法 咱们就介绍到这里 咱们明天再见 好